我想到的是你怎么吃早餐 一些滑翔一千人两千人 你告诉我哪个食堂可以容纳一两千人 刚才说很好啊 家长这个什么老师 负责 他说当什么Dugas 负责老师可以跟学生一起吃 其实我们在食堂老师都 有一些可能有些老师的教授 这个特别的食堂 但是有一些 他们也是跟这个学生一起吃 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果你让他们在一起吃的话 你要在哪里吃 在食堂吃 分阶段吃 7点半上课 几点吃 7点05分吃到7点10分 你怎么做 不是每个学校都使用这样的老师 你不可能说8点15分今天到你吃 8点30分到那吃 但你每天就是安排这个早餐 营养餐就好了 这个问题呢 在实际上在整个精神的时候会有问题 不要这个时候再去探讨我的机制 到底谁提供食物 到底是应该怎么做 就好像那个燃油津贴的 最后变成怎么样 花2500万来研究一个 你我都知道怎么用的 就是用这个原来的这个B40 接受这一个人民 这个所谓BRIM 或者是过后改名为BSH的那个名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本不需要 还钱很简单的 你叫他给你付口 如果你说我有钱要给你的 会很难 每个人都有 再不能的话 你还有别的方式 你不需要找到很多大公司 比较特别的那种技术的公司来去做 为什么要花2500万做这样的东西 我担心最后又来一个大头火 又跑出这样的东西 让你一月不能进行 二月不能进行 就好像今天燃油骨贴一样 本来4月1号讲好的 我以为那个是宜人节的这个礼物 结果到今天10月1号 10月1号 儿童节 国际和儿童节都过了 但是六个月后还是经济高 现在为了应付应急嘛 应景之处 就来财政预算之前 推出这个草草推出 令每一个人都大扑口鼠的一个技术 那何必呢 必须吸取这个教学 我希望教育部推出的免费长成计划 真的要想有必要 我们有这个能力